我都要百分之一百茶了 他還不怕 然然進口了四萬公斤的 含有蘇丹宏的辣椒粉 所以這個業者簡直是膽大包天 囂張至極嘛 他不是食品公司 他是他們傳物公司 而我們政府禁止了傳物公司 可是他真正的供貨商是誰呢 是這裡 我們在九江 我們到中國的公司登記網去看 龍海同浸負責人一模一樣 林委員午安 恭喜你當選年任 還有婦女節快樂 謝謝大家一起快樂 我今天有點不太快樂 是因為我其實這陣子蠻忙的 那我們家是經常煮飯的 我自己週末也經常煮 那我很喜歡煮咖哩 因為呢 因為他煮了一鍋 大家可以吃一整天 對職業婦女來講他很方便 那我就想說該不會我也中標了吧 然後我因為很忙嘛 所以沒時間去看 那今天 在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終於拿出來看發現 的確我的咖哩粉是寄生公司的 就是整個案件一起投的那一個 但是很不幸的 然後我們要去這個我買的超市換貨 也不能退 而且我的那一批貨的到期日子 不在不合法的公告的名單裡面 沒有 但我今天要再跟你講這個 是因為作為一個家庭主婦 作為一個食安的關心的人 其實我們真的很在乎 可是我們更在乎說 因為我們知道食品的產業很寬很廣很多 很難叫一一管的齊全 可是我們唯一要求是說 至少出問題了 政府要好好的管吧 這個這麼卑微的需求 至少出問題了要好好的管 可是呢 今天我們看到業者非常膽大包天 在哪裡你知道嗎 業者 部長在這裡 部長當時跟大家報告 去年的十二月十一以後 我們的邊境查驗 從百分之十一路走到二十三十五十 到去年的十二月十一邊境的查驗 是百分之一百的查驗了 可是我們從衛福部的網頁裡面看到了 即便是百分之一百的查驗 這業者還可以在一月六號今年 就是你宣布百分之一百查驗的時候 他在今年仍然進口了這一張單是 一萬三千六百九十六公斤 下一張 一月二十八號仍然進口了九千公斤 再下一張 再另外一張 第三張是 一樣是一月六號仍然進口了一萬五千公斤 這同一群業者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都要百分之一百查了 他還不怕 仍然進口了四萬公斤的 含有蘇丹紅的辣椒粉 所以這個業者簡直是膽大包天 囂張至極嘛 那我們後來又查到這個業者 他在我們的登錄溯源系統 因為我們都講說啊不會再有系統性的風險了 因為我們有溯源追蹤系統 這個事件告訴我們溯源追蹤系統呢 他都不會登錄 他登錄上游跟誰買的你知道嗎 我們食藥署也很認真的禁止了這家廠商 不准再賣到台灣來 可是他禁止的是一家傳物公司 叫Kevin Shipping 他禁止了一家 不是食品廠商 是Kevin Shipping 他不是食品公司 他是他們傳物公司 而我們政府禁止了傳物公司 可是他真正的供貨商是誰呢 是這裡 我們這9家我們先看這一頁你看 這一頁都是同一個集團 他們說他們是親戚 你會相信2631號 1號1樓和2樓 他是透天錯同一棟房子裡面透天錯喔 登記了5家公司 265也是透天錯都是住宅民宅啦 裡面登記了3家公司 他們文龍東陸同一個負責人 還有另外一個 他們還有工廠 也在文龍東陸 但是是31號 我查出來的 好 他們有一家人頭公司叫做 龍海銅記 院長看得到嗎 龍海銅記 好我們看一下 我們到中國的公司登記網去看 龍海銅記 負責人 一模一樣 跟剛才高雄的那9家名單 登記龍海銅記的負責人 一模一樣 成立日期1997 他做了營業範圍加工 蔬菜水果加工 我的意思是說齁 我們海關邊境 是我們源頭管理的最核心 第一個 他隨便登登 第二個他登載不實 登載了船運公司 可是我們禁止掉了船運公司 不能夠再輸入東西進來 可是他真正的輸入到台灣來的 不是 Kevin Shipping 是叫做龍海銅記 叫Eastrong Eastrong 其實你們也有查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破口 這個制度絕對要從源頭改進 我們有燈 還要登載不實 但是抓到才那個 現在你抓到他了 叫他公出上游是誰 公不齊全 叫他公出下游流向 我的那一瓶胡椒粉 不在他們下游流向之列 下游流向 批號 也都對不起來 所以這是一個好機會 我們絕對要徹底的革新 院長 給我們一個源頭管理 是一個真正的 有管理的源頭管理 然後這一種 登載隨隨便便填一下 然後用源頭公司 一次酒家登記在同一個地址 這個問題很嚴重 確實 謝謝委員能夠查到這樣的情況 我想 未來我們在整個登記的這個過程 還有呢 這個廠商的查 這個查驗的這個過程當中 一旦有該懲罰的部分 或者是要該改進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要求他改進 這個實在實在 你知道還有一個什麼問題嗎 他查驗了 你百分之一百要查驗 查驗四萬公斤 三批不合格 他不用付出成本 因為他只要退官 退出去中國 再給他們龍海銅劑 再包裝一下 再重新勒 再船運 再過來 再送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沒有成本嘛 除了船運運費一下 其他他只要退官 貨還在 以後 食品如果是這樣子 被驗出參有 雖然你們許府在那裡 我是聽不下去 你們吳秀梅講的 我也聽不下去 吳秀梅說 3A致癌物質 又不是一定致癌 但我們聽不下去 這不對 好 沒關係 如果有這種狀況 一律銷毀 不准退官 他才會怕 做不到第一件夾借 來老叫人抓到 不要呼籲大家 沒了錢 沒錢 沒有成本 下次敢再犯 而且援貨退出官 在公海上繞一圈 馬上又進來 你看 又進來 這個就是事實擺在眼前 所以一定要銷毀 一定要叫他們不敢 再這樣子做 我叫懲罰 好 謝謝 那我要其實我今天 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要討論 呃院長 因為我們三重蘆洲 你看台北盆地 三重蘆洲幾乎是一個島嶼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三重蘆洲是一個完整的島嶼 他的 東側被淡水河包覆 西側是被疏紅道包覆 所以三重蘆洲是一個島 那我們蘆洲是在島的最內側 所以蘆洲人啊 出要出蘆洲 大概要經過三重然後去連外 或者是要經過橋樑才能連外 而現在蘆洲人的連外 所有的道路服務水準 就是 我不曉得你知不知道 A B C D E F 他是最差的F等級的 道路服務水準 如果有GHI的話 他應該在更後面 但是呢 我現在要講不是單純現況這麼糟而已 因為呢 呃行政院在一百一十一年的八月 核定了淡北道路的工程 但是呢 你們卻突然跑出一個議題 是我們非常的措手不及 我一定要代表蘆洲人在這裡表示 我們非常的錯愕 因為呢 你們行政院提出了一個新北市政府 要求新北市政府要去規劃 要新設關渡新橋 齁 然後這個新橋要跟淡北道路銜接的配套 他是作為淡北道路師做的配套方案 然後目的是要做什麼 為什麼要馬上做這個關渡新橋呢 因為要降低淡北道路通車以後 車流會讓大渡路的車流增加 所以為了疏解大渡路的車流 關渡新橋要把它疏解導到我們五谷 盧州這裡叫做103線道 在這個103線道經過巴里龍米路 五谷的蘇宏北路成泰路等等 我要告訴你這裡的服務水準 現況現況現況是F級水準 而且是大塞車 他們本來想說 啊這裡的道路水準服務水準會提升會變好 因為淡江大橋通車以後 未來齁 因為大家要去這個北海岸都要經過我們103線道嘛 通車以後會紓解 所以根據呢淡江大橋集齊聯絡道路建設核定本的推估喔 到時候如果淡江大橋通車 我們的F級的水準會服務水準會提升到B級 也就是呢 往北一次大概3835輛一個小時的車 會下降到1922輛 將近2000輛 齁但是呢我們也看到 如果關渡新橋 將大渡路的車流引到103號線道來 這個市區道路來 我們我們的服務水準會變成C到D 又會變很差 大概往南的部分會增加2300輛 他的那個一小時的車流量會從1900到會變成2300到2800 所以他們預計一個小時要引進將近381到889輛 一個小時要增加將近900輛的車子進來 到時候我們的大陸服務水準又會變成低 我要說這個是以林為禍 你要紓解台北市大渡路的車潮 你要讓我們五谷人新北人變成二等公民嗎 這個我們在地已經飽受塞車之苦 好不容期待淡江大橋通車以後 我們要舒緩一下喘息一下 結果你看我們 我們還要去負責幫台北市的大渡路紓解 我們還要繼續塞 這不公平 但是院長有方案 因為呢 本來我們就有一個方案 你看這個方案 關渡新橋他其實是有一個方案 是因為他本來還要預計要打通觀音山隧道 直接穿越觀音山銜接64 如果你關渡新橋的施作 可以跟這個穿越觀音山的隧道同時進行 不要分階段 你才不會讓我們在飽受這種塞車之苦啊 所以我們在講說 北北道路的核定版本你們 你們又講說 開這個橋十八億 我們全部都補助 可是重點不是你們補助 你們還要求 淡北道路跟關渡新橋要同時完工 我們也沒有辦法接受 你們同時完工 沒有搭配穿越觀音山的隧道 以臨為禍啦 真的是太欺負我們了 老實說 聽起來聽委員這樣的分析 我是覺得關渡新橋的這個新建 確實是要通盤的來考慮 那這個部分在可行性研究的這樣的一個區塊裡面 一定要把您的訴求 納入這一個可行性的考量當中 副長您有沒有要講的 是 的確淡北道路當時 因為在這個北頭地方 他們有談到這個會把車輪帶進來 所以有這個方法 所以北頭人比較大 我們很多人五百人比較衰 現在這個關渡新橋跟街六十四 我們現在請新北市政府 再做一個可行性評估 沒有你們只做關渡新橋的評估 沒有六十四隧道 有六十四的評估 你們不是同一階段 因為你們告訴我們說 這個沒關係你們會叫他們去評估 可是你們其實私底下來溝通有講 為什麼不能同時做 因為怕觀音山隧道穿越工程 環評要拖很多時間 所以你們為了環評拖時間 所以不敢說同時同階段要去進行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已經講了 一百一十一到現在兩年了 我跟委報告 一一五年的時候 那個淡江大橋會完工 所以有很多也會跑到六五上去 所以六四上去 所以我是覺得說這個做可行性 到底未來要不要做 要看可行性 那如果沒有六十四 你說六十四未來道路的 服務水準也會飽和 淡江大橋完工以後也會飽和 六十四也會塞車 六十四更是我們五谷和蘆洲人 連外道路非常重要 也會塞車 現在 我們在前面當中的訓練 在這裏 一斤 再來會否批行 我們可以批評 比如說 我覺得在這邊 可以講說 我們不能接受 我們接受 然後沒有配套 直接就讓我們 塔大夫 還可以打開會 去的車場 引到我們這裡來 我們輕輕的團隊 好 谢谢林委员 数分的咨询 也谢谢陈议长的背询